自行估计的一样,这场审讯也不是那么顺利 首先,他们一来来的家,只找到部分的装品,另外的七只大皮箱里面装着的 全部的财物都跟室主报案不符的 金三姑猛咬冤枉,说这些全部都是自己财产,不关其他人事的 杨玉瓶负责审讯泥泥泥,也很棘手 这个女人秉胜光烈,她承认自己是歌女,经秘密卖饮 接过很多嫖客,黄泉金只是其中之一 黄泉金的身上花费了一部分钱财 送过她五十两黄金,一块玉杯,一瓶半个香精 另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了 这些是妓女收嫖客的嫖资,这个是花柳墙上的规矩 至于黄泉金偷东西,她全部都不知道 再问她,既然你说接客了,还有谁呢? 哎呀,接客那些客人是朝巡暮楚,迎来送往 有钱就可以埋身的啦,我哪里记得她是谁呢? 而且,她对程池河的满怀仇恨,态度都不知多么缺绝 口口声声说,今天落在你们手上,我都不想做人啦 在看守所里面,曾经三次似乎砍头埋传于自杀 一,没办法,就将她锁上来,严密看管 连续一就夜的紧张工作,初步的预审,全部失败 第二日,程池河决定,由她亲自来审讯黄泉金 没多久,黄泉金被人压制进来 这个人,神高神大,看上去,样子都算是挺威武的 可惜现在,口水鼻涕都流了,猛地打着哭到无精打采 一看,就知道,这个飞冊应该毒瘾发作 程科长叫人拿一张藤椅给他坐 他好像死蛇烂线那样探在上面 黄泉金啊,你不用这么垂头丧气啊 大丈夫,总是有大丈夫的气度啊 你是燕子妃的得意门生,西梁山的掌门人 你不要忘记自己在江湖上的身份 更加不应该自暴自弃 想当年,你走南闯北所向无敌 这次,在首都南京,亦都是连续作案十五单 横行无忌三个几月 在黑道之中,你都算是英雄了,是不是? 这次虽然失手,不过正所谓胜败离兵家常事嘛 黄泉金啊,怎么都猜不到对方是这样一个开场白的嘛 自己都做了街下囚了 啊?他应该有人这样捧自己的墙? 听完这番话,原本眉上眼,忽然间他就勉强抹大了 哈哈,你认得我吗?我就是你要报复的对象 情辞行 是吗?算吧,今天我都衰在你手上了 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在这个江湖上不是你想 就是我衰的了 今天我衰了,还说什么英雄呢? 我现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 我简直是狗红尼啊 就是这个时候,忽然间在门外传来一阵阵海洛因毒品的香味 黄泉金闻到这阵香味,哎呀,即时整个醒了 就好像一个已经干渴了很久的人,忽然间看到水一样 他贪能地用力吸了几口 在这阵时,许组长的桌面进来了 他手上拿着很多海洛因毒品 放在程科长的桌面那里 程科长啊,刚才我们逮捕了一个毒犯啊 他是吸毒的,不过他说愿意立功赎罪啊 你说开不开印啊?请你定脱啊 他在哪儿啊?在外面啊 带他进来了 那个毒犯大约四十凌岁,高高瘦瘦的 一刻见到程科长就即时摸一声 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了 哎呀,长官啊,我毒人不算心 我只做少本生意而已 哎呀,我上有八十四岁的老母 下有七岁不够的子女 哎呀,我好负担重啊 现在整家人是靠我一个人赚钱而已 长官你爱人放过我啦 我报应提供一条重要线索给你 我认识呢,这里有个大毒犯 他家里有很多鸦片啊 白面啊,妈啡啊 我可以带你们去啊 他家里啊,他的秘密全部在哪儿? 我全都知道了的 情科长点一点头 望望的毒犯 好了,你既然想立功负罪 我们欢迎 只要你说的是事实 而且还可以兑现得到 事成之后,我保证释放你 但是,如果你想玩东西 耍滑口的话 恶法无情罪之一等 我不敢啊,我不敢啊 那你何时可以兑现你的乐言啊? 长官,我立刻就可以去 不过,不过我的人发作啊 成身又酸软又没力 实在行不动 你可不可以让我吃多少东西才 等我过去啊? 我条人一个精神一好,我立刻就带你们去 程科长迟一吓 好了 那在这里吃吧 吃完之后就马上去 你需要多少人啊 不过去长官 十五个左右 那就足够了 四组五组准备 全部由罗警官带队 全令的人员出去之后 许组长就将毒品 拿到旁边 将缴来的海洛针 就放在那里饮它醒 那毒品啊 哇 刚才用死蛇烂线 现在的动作都不知道 多么迅速啊 立刻在那些装物里面 拿出一张石纸 摊在桌上 然后呢 就拿出一小包的 白色的粉末 倒在上面 再在个袋里 摁出一条 和香烟大小的 硬的纸卷 含在嘴唇里 拿出个打货机 只见他右手 拿着一张石纸 左手硬压打货机 即使有些蓝色的火焰 跳出一张 在石纸下面燃烧 石纸上面那些粉末呢 立刻溶化成为液体 液体很快就转化为气体 那毒品就用那条特制的烟卷 尽情地吸食 哇 一点一滴都不静啊 一下子 审讯黄泉的工作呢 模型中就停止了 整间房子的所有人 都聚精会神地 看着毒货的精彩表演 其实 这里呢 看得最难顶的就是黄泉金 他贪淡地看着毒货 一举一动 又好像几日都没吃东西的饿鬼 看见有人在旁边 大鱼大肉 咳咳咳声地 他薄行了命地吞口水 如果不是这种场合的话 又他双手靠着手靠 他一定会好像饿狼一样 扑上去 压低那毒货 然后抢过他的烟 猛金食咯 现在 唯有确定压住自己 已经点下点下那些毒癮 眼泪鼻涕就猛金流下来咯 其实这个插曲 当然是程科长 预先撤下的圈套了 等着黄泉金要上勾 这阵时 黄泉金已经真的忍不住了 科长 可不可以 给我也吃一口 程科长看看毒货 毒货是即时好知趣的 多谢长官 我吃够了 我吃够了 可以做事了 说完之后站起 跟着许组长走出去 黄泉金 人家这个毒货 好爽手的 我就喜欢这些 那么爽手的人 做朋友 不要说吃一口 你如果 也都好像他 那么爽快 桌面上 这些东西 我都可以给你吃 在我这里 你算是最安全不过的了 海面上有这么多 我想三年五载 你都够吃了吧 科长 你只要 只要被我 吃饭的 你要说什么 我说什么 保证 知无不言 言无不准 他怕死 程科长不答应 科长你相信我 我 说得出来肯定做得到 我们一边吃 一边聊 好不好 如果我姓黄的不够老友 科长 科长 你怎么能 你答应我 这样 科长 我用我过身父母名义发誓 如果你 你给我吃 我不说了 我端子绝孙 我以后 以后 看着那个黄泉金毒忍 已经发作了 于是 程科长是这样才慢条斯理的嘛 好了好了 那我们试一下吧 我问你了 外交部部长黄世杰公管那件案 是不是你做的 是 黄泉甲你不要随便答 是你才好认 诶 科长啊 黄公管在白子亭18号四面围墙 墙上面有铁丝帽 这件案是我前晚做的 我怎么会骗你呢 嗯 好了 黎人 给我准备石子 给黄先生好好地吃 除了他的手扣 不过加上脚尿 哇 一听你这句话 黄泉甲就好像一个穷途没路的乞丝 突然间见到面前有一对黄金一样 都不知道多么高兴啊 诶 科长 我保证我会令你心满意足 你一定要保证给我 吃一餐饱的 放心了 科长 这个时候 我已经知道自己的结局了 你不想就我想定了 我做好准备 照科长重庆发落 对我格外开恩就好了 黄泉甲一开始吸毒 程科长就拿着机会追问 那美军顾问团团长 白灵克中将的官邸 那件涉案是不是你做的 是是是是地点是赴口光 前日晚刻 你在我床铺那里 搅获那支白朗玲手枪 就在他那里偷的 这个是黄泉 好 美国大使馆的涉案呢 是是 我原来以为呢 美国大使馆是属于四区管轄的 案发之后报纸看到 才知道原来是三区的 因为这两个区域的界线 我搞不清楚 所以偷走旁边咯 还有一次 一区的张次长家里失事 也都因为我界线不是很清楚 以为是你管的范围啊 好 那所有的庄物呢 唉 算了 哪一位认得偷不认庄的道理啊 这一次 我出卖了那些朋友 将来都没办法江湖立足了 唉 有些庄物我已经卖了啦 我会负责追翻的 有些庄物呢 在我一个好朋友家里 他是专门为我销装的 他的名叫做徐朗 在水西门 泰来茶馆隔离 前日他去了上海 今晚会翻的 我的庄物 很多都是在外地销售的 从来都没在南京销售的一件 因为怕着捉电啊 伙长啊 十五件案 你全部单单有着落 那些庄物 包上我黄泉金身上 我和你追翻就是啦 啊 这些人真是目的达到 他的心情真是无比舒畅啊 情池汉又继续好 又兴趣的黄泉金 你为一三区 都在四区边 黄泉金因为界线不明 所以偷错了 那为什么 最后那次 你会偷到二区 黄参元屋旗呢 本来二区是我住的地方 偷这一家 我是逼不得已 因为呢 呃 因为这一轮呢 你们啊 对那些毒贩查得很严 我认识三个毒贩 全部被人逮捕了 毒品的供应 我好紧张 我的心呢 好惊啊 于是 只要另外想办法 找门路啦 我听说 他家有很多鸦片 马啡 海洛恩 那么我三次都偷入他家 由于他家的地窖 好隐蔽的 我三次都搞不到手 但是我就不甘心了 所以昨晚又去咯 刚刚好 他的儿子不在书 我就枕游了他们的卧室 见到里面有个保险柜 我用万能锁匙打开里面 啊 打开了保险箱之后 原来里面有五十两黄金 同一包毒品啊 我都不知多高兴 就将他一望而尽咯 第二是阿丽丽丽的生人 临婚之前 我将那些金条送给他 就当是他的授礼啦 结果 就是你们 在阿丽丽的枕头下边 缴获了那批黄金啊 程科长就马上拿出黄公馆室主的报单 上面就真的写着 黄金五十两 还有几件高级的衣服 还有几块医料 对了 无形之中 自己就得了一条重要的贩毒线索 吃过毒品解晒忍 他即时都精神饱满 神彩奕奕 他们程科长说 唉 程科长 多谢你 今天你一餐是真是认真过瘾 不过可能是最后一次 程科长拍拍他的肩头 不是 姓黄的 你都算够老友 在这里一日 我就保证满中你一日的要求 审讯禁信你 他真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 来了 我们喝一杯 他叫人 送了几碟酒菜入来 和黄泉金的队喝了上来 喝了几杯 对了 你对黎泉泉的看法是怎样 一说到黎泉泉 黄泉金本来昏逐个双眼 突然间闪了一道光 他呀 好 好啊 我就算粉身碎骨 都要在上帝面前看他赎罪 为他祝福 为什么 你对他今天好感呢 唉 你没跟他接近过 所以不了解他而已 他都不知道多么纯洁 多么高尚 又多有才华 高中毕业之后 他就开始做歌女了 由歌女做到歌星 现在还被人捧为歌后 秦怀何半 都不知道几多人迷醉他呀 但在他家里面 除了我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男人 他住在他姑母家 当然啊 在妓院里面 以如目掩 都不知道 沾染了几多那些雜气的啦 但他一点都不受影响 在这个紫醉金迷的环境里面 他都不为所懂 对于自己的歌艺 精益求精 日日练习新曲 又好注意养声 有空就看书 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面 他简易出于淚而不掩 哦 你说到他这么纯洁 那你不算是他嫖客吗 我 我和他简易是靠缘分的 我怎么算是嫖客呢 缘分 什么缘分 我对他一见倾心 他人静 歌甜 魅力四射 我整个人都被他吸引住啦 于是我就拼命洗钱啦 我想用金钱来征服他 但是 他对这些钱根本不是一股 最后我失望啦 心想 哎 追不到手了 我还不如回到西凉山啦 临走的时候 我送一块玉佩给他 想不到 他见到一块玉佩 即时就很开心了 说这块玉佩是稀世珍宝 一再问我 这块玉是怎么来的 我被他逼得忍不住 索性就说定给他听 说自己为了报仇 来南京行舍 就终于偷到一块玉咯 啊 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嘛 他知道了我的事之后 反而极力挽留我 从此之后呢 对我特别好 特别比心机 好似啊 他平生就最喜欢那些偷仔 以后我两者在你手上失手 我知道自己遇到敬敌了 心想如果再沉迷下去 一定会有危险的 而且他的人这么清高 我又拆眉拆眼 怎么配得到他呢 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就决定离开南京 我将这个意思告诉他 他见到我情真意切 居然 居然流了眼泪狠求 我说 你可不可以再在那里 留多一两日啊 其实呢 我都不舍得离开他的 于是就纯粹退周 不就不走咯 当晚 他就特地 准备一围酒席请我 饮完之后 我又跟他聊天啊 桌面上面放着一张白纸 两支圆笔 当时呢 他姑妈在房间里面 有很多说话 我就不方便跟他说了 于是用笔谈就代替了 猜不到 他将纸里写了两个字 说 给你 我莫名其妙了 就写着问他 什么呀 他说 人 那我又写 什么人啊 他就写着说 更在眼前 哎呀 我当时整个人 几乎兴奋得傻了 我都不敢相信啊 于是又在纸里写 真的 他又写 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当时我都不知道 多么激动 什么时候啊 随你啦 随你扁啦 哎呀 我看见那几行字 我兴奋得 都不知道怎么算好啊 如果不是他姑妈在场 我肯定会整个人 担你几个像高呢 至此之后 我死心塌地听他指挥啦 我做完一单又一单 他又猛地鼓励我 说圣情的 很快就要塌台的啦 再加一把劲 最后他又教我啊 说要我在场上 写几个字 其耐我何 这样 你就会快些塌当的啦 从这次之后 他对我呢 可以说个白衣白顺 体贴入眉 都不知道多么温柔 我们两情相悦 所谓是为知己者死 女为月己者荣 我曾经问他 为何这么恨你啊 他说 他曾经受过你莫大的侮辱 具体的情形 他以后才告诉我 但是 时至今日 我都不知道 例例为何 和你情科长 我有这么大仇口了 情科长听完这番说话 真是倒吸口凉气 他怎么都想不到 也都想不明白 自己和黎黎黎之间 究竟有什么仇恨呢 搞到这个黎黎黎 要用自己的清白之躯 来换取黄泉金 加速自己的月亮 难道只为了留真量 这个黎黎黎 就居然要这么憎恨自己 这个究竟是什么回事啊 下集再说 也要怎么样 也要啊 追回是这个黎黎 这白之黎的解决 有请 不仅